李树燕 51岁 李懿 有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 和儿子同住 李大姐现在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平时呢 就是收拾家务带带孙子 她说啊 孩子们特别地孝顺懂事 关于自己再找这件事啊 他们都是举双手支持 她姐 你这个家里头有孩子 这家还收拾得这么感觉 有些习惯 这个年纪这样 习惯了 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有累的鸡的歪的嘛 我儿子说我 妈 你看 帮你累一点 你不能不熟是吗 你累你还发迹没着 就是 赖了她我瞅不惯 昨天熟是 而且我家的 就是我的被啊 谁给我家盖一个被呢 这第二天我走去踩着 那时候农村烧炕嘛 一咕咕的那些开水啥的呢 别人都说 其一样在家喝点水 也喝茶水 说来吧 喝完茶水之后呢 走了之后呢 就把水烫一遍 被子呀 烫一遍啊 然后她送去沙发店之后呢 我走的时候呢 过去还热水呀 全拽地洗一遍 有人说可不上一样的家去的 去的太干净了 干净到门儿敢去的 黏默默默的 看得出来 李大姐这是相当的干净力量了 一个人照顾一个家 典型的贤妻良母啊 那么贤惠的李大姐 会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呢 你就是喜欢旅游啊 学共产产啊 嗯 我这是最爱的 嗯 旅游都去过哪啊 去过日本 去过泰国 去过柬埔寨 都是小国家 儿子儿媳心疼李大姐的付出 所以啊 对她仅有的几个爱好 特别的支持 看李大姐现在这个幸福的模样 谁也不会想到 李大姐曾经有过一段 让她身心疲惫的婚姻 李大姐是 啥时候离的婚 07年 07年到现在十多年了 十三四年了 对啊 十两四年了 没啥时候呢 当时 她就好吃懒做嘛 什么也不做 都是我自己做嘛 嗯 后来一点点孩子大了 就是说 她也不干的话 家那个就是说 那个蓝元亚就少了嘛 嗯 我就挺生气的 嗯 后来生气的干事 她还行呢不知声 嗯 后来她打人了就是 喝酒了 因为她不喝酒 嗯 就是说你管她啥的 她就来脾气地打我 我就问她呢 我说你为啥你打我 我说我这回家 孙子还咋地了 她说她啥玩了 哎呀 我骂的我说直呼 我竟想打你 咋地吧 我竟想打你 哎 就那样 李大姐说 在孩子十六七岁的时候 前夫养成了喝大酒的习惯 一言不合 就会上来打自己 前几次她都为了孩子忍下去了 直到最后一次 她终于下定决心 离了婚 她是那个包工头嘛 在四平包工头啥的 也就是那个 那一头五下雨了 下午工地叫她回工地 赶紧跟她啥呀 干活嘛 她手下边那个四岸多号人呢 工地就电话 我老板跟我家打电话 她跟前面打麻将 打麻将 打麻将之后找了好多次了 我说那啥 这工地老找你回找你呢 我说饭多好呢 赶紧去上工地干活去吧 她一说打扑书了吧 那一顿给我打的 多大梦的 给我打的 就在那个 小麦店 打麻将的地方给你打了 多大梦了 一想就跟她给我揣那边的 我刚才批书瓶了 光下就害那个温脑瓜里了 但是说你没出邪名 我就打梦了 我得狠心了 得了 我说跟她离吧 离婚后 李大姐带着17岁的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苦日子 直到儿子渐渐长大 娘俩的日子才好了起来 到现在 她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终于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幸福了 再找想找个啥样的 找一个17岁的吧 能真心过日子的 挺有尊心的 李大姐前半生遭了不少罪 但是现在儿孙的陪伴 让她成为了最幸福的女人 再找伴 她只想找个老实本分 脾气好的人过日子 家住在四平市的周大哥 是一名教师 有文化 条件又不错 那么两个人到底 有没有这个缘分呢 周刚55岁 丧偶 四平市屏东路 第二小学在职教师 月收入5000元 有双宝 两套住房 周大哥说想要放下妻子太难了 可是人总得朝前看呢 于是给我们打来的电话 说自己想要再找个伴 你如果现在再找的话 你准备好了吗 还可以吧 这是同学也劝我 我家孩子也劝我 就是我们都分成分成注意力 然后开始另一段生日 你只有情绪状态会平复一下 周大哥明白 人死不能复生 加上亲朋又经常劝解自己 于是他决定 把妻子深藏在自己的内心 去迎接一段新的开始 就希望她是一个身体健康 嗯 这一点对你来说 现在治国终于好 是 然后也是那个 也希望对方形象好吧 看得出来 周大哥还在妻子去世的阴影里 没有完全走出来 她正需要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陪她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 那么李大姐 会成为周大哥的救赎吗 大门敞开呀 这些竹类啊 咋还蒙了呀 大哥 走吧 周大哥 我看大哥有点木啊 来 我想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刚 周老师 李书彦 我李大姐 两个手吧 太继续了 你好 周姐 挺好的 坐吧 谢谢 这么紧张呢 你俩 大哥 这屋吧 就是也挺干净 但是肯定不能收拾的 像你那么干净 是不是啊 男人嘛 其实挺好的 挺干净你的 大姐老干净嘛 就是那个 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来完人 然后做完这个沙河垫呢 大姐都得洗 可贪心了 嗯 嗯 咱坐吧 坐吧 对 大姑娘 张庸大姐 坐 坐 坐 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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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你还准备那水果 你也不知事儿 嗯 哈哈 就是 看普通一个人 你觉得大姐怎么普通 就是 就是这个外貌 就是不行 挺干净的 我挺喜欢的那边 这俩人见面的气氛 真的是有点尴尬 尽管红娘已经在努力地 给周大哥和李大姐制造话题了 可还是没有什么缓和的迹象 李大姐 妈是 好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 那个你是李懿的 我帮人病故了 嗯 嗯 那个多少年了 单身 其实几年的事 嗯 前妻刚去世没多久 不到三个月 他就再找我们对这个事儿咋看 这一块没室查的 我还没考虑那么多 嗯 嗯 那不都能接受 嗯 我没有工作 然后又没有社保 那个 你想找啥条件的 嗯 想作为理想好爱心 但是 有时候 不是所有事儿都 随着心愿的 我问他 我说那个没有工作能接受啊 我看他不知道说的啥呀 我没听着啊 后来我说我也不问他了 说话那方面啥呢 那是 他不近 这李大姐对周大哥的印象是不错呀 可是周大哥却说对李大姐没演员 这闹了一会儿了 大姐也开始对大哥说话迟钝这事儿有点不满意了 这闹太紧张了 你写上来又说了呗 又怕啥的呀 写上的 你看大姐的性格很好 就是呀 大姐性格好 你当老师这一点也还不敢说啊 行不起来说什么 从见面开始周大哥就一直没咋吱声 李大姐呢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在单独和红娘交流的时候 周大哥说了 他只是对李大姐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这个她主要还是外貌 大姐长得不好好看吗 你觉得 嗯 就是爱情 书里不是说嘛 就是 跟美貌引发的乐感有关嘛 我感觉 就是 跟那个妹子吧 就是 不适合 不可追求她两位 王德丽 58岁 李毅 长春市锅炉一分厂 电焊工退休 退休金35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50平米 大哥 人物收出来干净啊 地板擦这么亮啊 我就是天天地擦一遍 我早上起来就天天收一遍 我必须的 我这 从小我就好像这个习惯 必须的干净 自己来家大家也得干净了 嗯 就瞅着这个 就往床里一躺 那也疏难 但你就 摸不去鸡蛋 是什么 吃完饭不烧 晚上从来没有 吃完饭必须把碗都烧干净 立即放一边 这刚一进王大哥家 红娘就发现 王大哥这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收拾的是真干净啊 参观完了大哥的房子 红娘和大哥聊起了他的身高 大哥多高 我正常是183 现在咋的有点没啥 这个腿不长一个短 腿不长一个短吗 交通事故 01年那年只好是 过年那天是1029 就是那天 过了12点 半夜12点出的事 出车祸那天 王大哥还给家里打电话 说一个小时准到家 准备年夜饭吧 可没想到自己却出了事故 王大哥说 正是这次车祸 让自己的腿短了三厘米 这两条腿现在差三厘米吧 对 然后给你的1厘83 差成1厘80了 对 是吗 对对 远起无力 那前走到有点 啥也不大 有看不出来吗 穿拖鞋走一般差不多能看出来 你要不仔细走看不出来 这腿没留啥后遇照 没有 你就一年下雨就疼 都不太疼的 从来没疼过这个腿 王大哥说 别看自己的一条腿短了三厘米 但是生活可一点都不受影响 要说唯一有影响的方面 那就是自己穿衣服更讲究了 我不穿牛鞋 穿牛鞋走到会儿就摘得更狠 没有 我这一般都带根鞋 我都穿皮鞋 那你皮鞋里边会垫垫吗 垫垫垫垫 垫垫垫垫 这一只脚垫一个垫垫 对 对他都不太这么一样了 王大哥离婚17年了 这中间他也一直没有再找 现在呢 自己的退休金马上就要开了 生活也稳定了 所以啊 就想要再往前迈一步 在找想找个啥样呢 找个哥儿被矮了呗 别跟我去 咱也不能找个矮哥 有太不安排的一种 我还是得多高 咋的女的也得1米65以上的 俩人一说你们心里呢 别你跟我长这儿洗眼 他跟你长大洗眼 挣两钱四分呢 我这个我肯定我跟你过不了去 我就跟我失望 王大哥说 自己再找伴 一定得是先往一处使 能实实在在过日子的 贤惠能干的李大姐 不正是王大哥要找的那个人吗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下 大哥从长春来到了黎树县石家浦镇 终于见到了李大姐 你这个腿上楼 不费劲呢 不费劲 正常 下楼更看不出来 是啊 下楼梳梳梳梳就第二个了 我洗手吧 鎖着冒汗子 啊 鎖着冒汗子 不知道啊 这么紧啊 又去手吧 来来来来 大姐 来来 吴来 吴来来 救我大哥 来 吴来来来 不用客气 没事没事的 没事没事 对不起 说了吧 没事没事的 好用熟识的 没事没事 没事 大哥也是 愿意感觉 家里愿意很熟识的力 本人姓王 王德莉 王德莉 我姓李 李书彦 王德莉 你好 你好 大老爷爷来了 这是我 坐吧 坐吧 整体的还行 嗯 还行吧 我赶紧我是真相的 说得心得好 赶紧劲啊 嗯 一般的不好碰 这些事毛病啊 他出来了 你怎么没问他 你怎么没问他呢 我没问他呢 我现在自己说呗 他没说呀 你进去看出来的 嗯 个儿挺高的 然后一走到那样 是可明显的 刚刚大哥一见呢 大姐是说那个 看着说大哥这个腿 完了没好几次聚伤 那他也说是打回事 我这是01年出的车祸 哦 嗯 自己开车翻了 躲车躲翻了 完全 脑子开炉了 哦 回 就是瘸了 哦 出了车祸 现在咋样啊 回不挺好啊 像你看他开玩笑的 冒了 哈哈哈哈 嗯 然后这腿啥的 有不影响正常生活啥的 对 对 大哥腿这个事 对你来说说这个 会很介意吗 嗯 还行吧 嗯 不太介意 这俩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挺满意 唯独李大姐对王大哥的腿 存在着一丝疑虑 不过啊 当听到大哥说 这个腿不会影响正常生活时 大姐表示啊 可以接受 大概金短时候呢 五十八 哦 五十八 嗯 六二年 哦 现在退休了吧 退了 哦 没发工资呢 哈哈哈哈 今天早上去问的 说那个 就是退休金的事 这个正在核算的 我觉得应该是五十五都退休 哦 我这不多交三年钱 我五十八了吗 这不多交三年 我多交三年 我多交三年功零 那你那个 还有就是啥 行行行 我看你们谈了工领的事 然后我也查不上话 啊 啊 我也不谈工资 我也不了解很多啊 啊 你那个啥 你没有 没有工作单位啊 以前呢 我没有 我以前家农村种地的 我看来问我这个 也没有 没有那个交老板啥的了 我问我这一块 我心疼能嫌弃我呀 大姐说 那我这个没有老板 这点你介不介意 没老板我能不介意点 黎大姐因为自己没有老板的事 心里没底儿 怕对方嫌弃 所以啊 每次都会把这个问题摆到明面上来 先说出来 王大哥呢 也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介意 带给你那个女主婚那个什么那个 你就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心弄盒什么的 有啊 有心弄盒 完了那个 能分的盒子一聊 对 有 有那个 对心弄盒那个 大病报销傻的应该都能 是不是都有 都有 对 那就有心弄盒就可以 当大哥听到大姐有大病报销的时候 这心里的石头算是放下了 眼看着这俩人的气氛越来越好 黎大姐问起了大哥的兴趣爱好 大哥喝酒吗 喝 喝啊 能喝多少 能喝多少啊 喝酒 一顿一杯 二上两碗 喝酒 能不能喝大酒吧 他就是说 一天几顿能喝两顿 你就害怕喝大酒 你自己在家没事一天 你能喝一顿两顿的是不是 一天在家就一顿 就一顿 那你的脾气好不好啊 脾气好不好啊 脾气 那我比较脏心 就是急性 我这天比较急性 真的 其实就有意思 大姐说 你是不是喝完酒就 啥酒吧 啥酒吧 能不能打喜发 没有 没啥酒吧 嗯 从来没啥酒吧 打没打过喜发 没打过 是 那你看 有的时候吧 话还不用问得太违反 问得太违反了 又听不懂 又真被刀召重点 是不是 对啊 他们说到喝啥 都挺看的 挺好的 喝点啤酒啥都可以 喝三瓶两瓶都可以 李大姐兜了这么大的圈 其实并不是讨厌大哥抽烟喝酒 大姐只在乎一个问题 就是大哥喝完酒后 会不会动手 眼看着大哥表了态 大姐也终于放下了心 就是那个 就比如说啊 以后咱俩真是走到一起之后呢 就是在工资那方面 你是怎么分配的 工资我 这咱单身也不说假话 嗯 我不能百分之百都交到你手 嗯 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生活费 对 至于啊 一千 就先给拿一千 咱不多大呗 一个人就打了两千五千 真的就两个眼儿 这一千五千真的是 太少了 这一块我来点儿接受不了 眼看着两个人的气氛不好 胡娘决定单独跟两个人唠唠 没想到 王大哥竟然拿起了自己的包 直接走了出去 到死结束吧 嗯 咋的你觉得 我 他 答不到他这个要求 这还没有那级别的 这级别我可能 我还 不得能达到他要求 实际 我真的就接受不了 你刚才那是不是生气了嘛 拿包扭视就走了 然后你却在这喝酒啥进来 我就感觉这两个联系都一起 王大哥拿包就走的举动 让李大姐觉得 他的脾气肯定不好 所有的好感呢 瞬间全都消失了 王大哥呢 这下楼和胡娘聊了一会儿 也冷静下来了 觉得自己这个举动不太礼貌 于是决定在上趟楼 和李大姐说几句话 下来就是装装盖子 装装盖子 装装盖子 大概都没有钱呢 钱包夹走 钱是钱是机会 哈哈 这样吧李女士 咱们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事情吧 我刚才我想了一会儿 我觉得有时候我不能做到 所以我就直言说一声 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 钱 好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孔庆仙57岁 离异无住房 退休金2100元 因为孔大姐 现在租住的房子的环境砸断 所以她把红娘就约在了 吉林市的江边 为表诚意 她还特意给红娘看了 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红大姐说了 她之所以报名参加原来不晚 就是因为乡中了 曾经上过咱节目的 王国才 王大哥 王国才就是说她 我这个人心软 一看她就挺可怜 她说走了两步 我要回家没有饭 我就特别不理解 说这个男人这么能干 这么有责任 除外的男人搂钱 女人搂家必须后勤做好 她说回家没有汤匙饭 我就心里我就揍 我说她就挺可怜的 怎么碰到这么 我就这么想 会过日子有关心有疼爱 相互关心相互有个温暖 是不是 不然回家我吃过肉饭 平常我就拉车开车拉着溜达 王国才 王大哥那期节目播出以后 很多大姐都表达过 像孔大姐这样的感受 也相中了王大哥的踏实肯干 和能疼媳妇这点 可就是王大哥在家 装八个摄像头这事 让人有些接受不了了 总觉得在摄像头下过日子 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难道孔大姐对这些 就一点都不介意吗 她就说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房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我也从来不害人 但是房子吧 就是你看这不我这个婚姻 这不没整好吗 所以我就心里要找 可不能的啥 孔大姐说 她特别能理解 王大哥因为两段婚姻 受伤之后的谨慎和防备 之所以能感同身受 那是因为自己在婚姻上 也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 他们家是世代单纯 后来五个小姑子 后来我给生个姑娘 就不乐意 就是人家就不乐意 你生个姑娘 人家世代单纯嘛 到六七个月前 老太太交说就不回来了 我一看这也不行 就是分手 我就心里啥呢 这俩人照一起 毕竟俩人曾经有过爱 要不怎么来的孩子 这啥呢就是爱就到这了 谁也不能说谁错 就是我就心里解 就因为自己生了个姑娘 婆家上下 对他们母女俩的态度 都轻视至极 孩子刚满周岁 要强的孔大姐被逼得 只好带着女儿 净身出户 孔大姐说 如今女儿已经24岁了 她的前妇 竟然一分抚养费 都没有拿过 就一个人带孩子 孩子他不管吗 孩子当时更惨了 当时法院判30块钱 他也不给 就服装费也不给 不给 后来好像是上高中吧 听说别的孩子有单亲 你都给钱 完了他要电话 要他爸电话 私房哪电话 我就告过来 去了那天哪是啥 一个臭鸭蛋的上什么大学 他爸也说没有钱 那现在是孩子大了 孩子大了 孩子现在干什么呢 孩子现在从事 就是法务部门的工作 我公了大学 我当时供他的时候 就是说 哎 说这个听 客人那打工 那钱一个月才300块钱 我顾那个活着费 一个月 我就就开了 我就攒着 就给一个有关 有的户主 就说我那时候做家政服 有的时候就说 那个 拖欠你吧 我说不行 我姑娘和那个都 等着吃饭呢 这么多年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把孩子一直供到了 大学毕业 是不是 我当时我就说 杂波卖铁 我也让你供 我就正常教育我孩子 我说 人家是有妈妈爸爸 一步一个脚步 我说你是没有爸爸 你不能前面找后门指点 我就告诉他 就是你念书的时候 一定要有行李证 不能说有什么早恋 见解不可以 一个女人既要挣钱养家 又要抚养女儿成人 这么多年吃得苦 咽下的泪 只有孔大姐自己最清楚 即使这样 身为母亲 她还是觉得亏欠女儿的 太多太多了 对不起 我这个孩子 她投胎帮我来这个世界 我没给她带一个 幸福圆满的家庭 我就可愧疚 现在有时候她也说 那我要结婚 没有爸了怎么办 所以挺刺痛我 我说你放心 我跟你找 一定要理解 包容我的 我拿她的孩子当己出 这些年为什么没找 就是等着那天 那对的人 能找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在孤雲出嫁那天 能代替父亲的角色 送女儿出嫁 是吗 对 父亲这个角色的缺失 是女儿童年里 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孔大姐希望能在 女儿结婚的时候 满足她这个愿望 那天在电视上 看到了王国才之后 王大哥的踏实勤劳 让孔大姐觉得 这个男人是值得 他们母女托付后半生的人 带着孔大姐母女俩的期望 我们陪着孔大姐 来到了王国才 王大哥的家 那个我做 我先介绍一下的 这是孔庆仙 孔大姐 这个在电视上看这个 是不是啊 王国才 王大哥 两人握握手 说吧 说吧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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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她戴眼镜啊呀 这样不好 戴眼镜的 就是眼睛不好都不行 为什么呀 我不想找眼睛不好 因为我眼睛好使 我不想找戴眼镜的 那么那么怕 你发啥子呀 我也近视眼 回头的话做个手术 或者戴个那个眼镜眼镜不行 都多二岁出来 她就是有点退那啥子 一点 她就是穿的那个大花衣 我不愿穿丑的大花衣 你知道吗 那些衣服是可以换的那衣服吗 那不行 戴眼镜 王大哥说啊 之前听到红娘说有个大姐相忠自己了 本来心里特别期待 可是看见孔大姐进门的第一眼 王大哥的心顿时就凉了一半 戴眼镜的女人 就算长得再好看 自己瞅着也不来电 大哥这是剪头发吧 我哥人剪的 我这感觉好像怎么剪的 这后面怎么剪成这样似的 大哥 我哥人剪的 自己剪的呀 怎么上礼拜店剪去呢 有少的有 我说怎么不上礼拜店剪去呢 上礼拜店得那啥多费劲呢 还得花钱还得出去是不是 对啊 那你自己剪的 那啥你剪完呢 大哥该着忙嘛 着忙你啥是剪 今早上剪的 这才剪的 哎呦呐 这还挺时尚的挺好 看从这个个人剪头 就看出一个是他时间不顺 一个是看出他细 这个我都能理解 就是大哥细心能看出来 对 不舍得花钱上来剪头 对对对 再一个他也这么大 这么把年纪了 两个孩子拉过来 他也很值得这么剪 就是也不要什么 他就都剃了 用得怎么样呢 王大哥自己动手剪头发 这么一个小的细节 被孔大姐看在眼里 如此勤俭 会过日子的男人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就是说那个 前妻分手以后 一个人就是把孩子咬牙供出来的 我呢也是一个人 就把孩子供出来 就这种就是有责任有担当 这首先我就内心里 达到了一个共鸣 就是负责任 回家没有一口肉肉饭 那没有 我就心里老级无声 我说这么好的人 怎么命这么不好了 这些晚上的男人 搁外头忙了一天 回家很好闹汤水 饭菜有个热乎的 没有 那没那时候 我领两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 更难 白天干活挣钱 就是还得教育孩子 写字 做事 处事 是不是 而且洗衣服 我都一洗都 都半夜12点 1点 那都有 这大哥哥们 他俩孩子 那些年都经常 白天没有正常洗衣服 就使会儿 男同志 这么容易 所以这点就挺伟大 王大哥提起 那段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一下子也勾起了孔大姐的回忆 两个人的经历相似 看事情的想法和角度 也很一致 就是说 害人自信不可有 防人自信不可有 对呀 我心里就是 我们就达到共鸣了 在一个我做家政这些年 就是没有监控力 我还不做 因为到那时候 你跳黄河洗不清 因为家里 你也有三七六五 就你一个外星人 所以说 我到别人家 必须有监控 孔大姐从一进门 就开始表达了 对王大哥的认可 和赞赏之情 对于其他人 都在意的监控仪式 孔大姐也表示 自己这么多年 就是做家政的 早就已经习惯了 在监控下生活 这一点也得到了 王大哥的认可 你是说话啊 看法啊 这都对 这都是我相同的 那一瞅就是过热的眼 咱得这么说 是个时尚眼 老实 对 老实 真正想找个伴的眼 咱们找的是找这样事的 但是就丑着 戴眼镜 咱就别说了 就像王大哥说的 孔大姐的身高长相 性格自己都相忠了 也是个本分靠谱的好女人 难道就因为孔大姐戴眼镜 她身上所有的优点 都被抹灭了吗 戴眼镜不行 我不认同 这个就是这个缺点 就太大了 像丑着 没有地暗 是吧 这丑着没有电 你这丑着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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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这样 你丑着有电的女的 别人丑着也有电 放着电电电电电电 就没了 让人电跑了 哎呀 咋这样 还没有电 还是有点儿 就是我不愿意看戴眼镜的 不管是硬和硬 年轻点老的 你孩子他戴眼镜 我也瞅着他 不自然 不能戴戴眼镜 那大家把眼镜眨下去 不就对了吗 不戴眼镜了就对了 那他都你眨他就看不着了 红娘心里虽然替孔大姐喊冤 可是演员这事儿 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王大哥这边已经表明态度了 不管这个女人有多少优点 只要是戴眼镜的 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关 我只是不喜欢戴眼镜 眼镜上他我问你会戴眼镜的 我不喜欢戴眼镜 你不问你咋戴眼镜 你戴着眼镜我就 一会儿我不戴眼镜 对 那目前的眼镜都是精准的 这好 这纸帅好 你要是瞒着盖着 那算找个事儿 不得戴眼镜的 这我也理解 有那样的 有的人喜欢说他戴眼镜 有一种感觉说是高雅 就是斯文他欣赏 有的人讲到就是不喜欢 因为我眼睛好 我眼睛好 我瞅着就好像不得就是毕丢 王大哥毫不拖泥带水的 就结束了今天的相亲 善解人意的孔大姐也表示 对于王大哥做出的决定 他本人特别理解 感情绝不能将就 他坚信通过原来不晚 一定能找到让他依靠的肩膀 樊红刚61岁丧偶 退休金3200元 其他月收入4300元 居住地吉林市两处住房 平房54平米 楼房61平米 这是相亲咱就穿这身啊 我平时也这是 那咱换身 你这赶紧的都是毛呢 真的跟我做 我屋里还有意义 我这不天不冷 你穿啥 你现在能穿羊肉服吗 我的意思就是 你管他穿啥的 咱穿点赶紧的 你从这身上都是毛 行行行行 那我一会上屋 就换我那黑的 行好嘞 樊大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红娘说 其实自己挺干净力正的 只不过平时居住的环境里面 杂物太多 想身上没灰尘都不可能 在樊大哥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他平时住的地方 是两栋居民楼中间的 一处低矮的库房 走近一看 红娘发现 这个由车棚改建后的库房 前后200多平的面积 里面被樊大哥 整整齐齐地规划出 很多可以出租 存放货物的隔间 单位给 之前的哪个单位的 我今天是 第四县工程公司 房租的 这块都是仓库物花 做买的都隔着花 那我就给人看 那一个月是 对我收出镜 九月份来的 长得糊涂糊脑 像坐山雕 我给起名叫小虎 这不就是自己 消磨时间吗 打磨时间吗 一个月太孤独了 这有些小动物排下的面 对啊 直接还能好打他一招 这穿蓝衣服呀 咋样感觉 我说近视眼里 让他很轻看 啊 近视眼啊 没看清 我介绍一下 这是樊红刚 樊大哥 孔庆仙 孔大姐 你好 握个手啊 大哥这 好 第一印象 人长的啥的都没说的 这个吧 要过日子心态好 过日子长得一样 年来好 四小 这都寒热吧 你先 来 你先 来 不用拖鞋 不用拖鞋 我从前到这都不拖鞋 我这屋就这样 你看 就这一嘎子一块 北成间改这儿 一开始我先北成间吧 搁这头来 我一考虑不行 离这个马葫芦吧太远了 怕冻 冷 冷 现实这个屋里好像太冷了 丑到心里骂的事 当天相亲的时候 本来就赶上了东北的深秋季节 暖气还没有公热 再加上潮湿阴冷的库房环境 让本来就怕冷的孔大姐直打寒战 不过孔大姐觉得 只要樊大哥能让自己做主 她非常有信心能给樊大哥一个温暖舒心的小家 你这屋子看家伙不也六多岁了吗 早睡冷 整厂量都通开 完了这些隔阂就有那隔断也花不几个钱 花不几个钱 完了整了 累整地月花不几个钱 干净了 厂量了 该整掉花 该整啥 你姑娘回来 亲戚回来也都行 你还这么大地方白瞎了吗 你不累干吗 我姐家给你收着回来 汤水饭菜 荤树搭配 这不一家人过热糊了 再一话说 你这手说完了 你就不累改这儿住 你就住出去 上档子说 假了 也照片冷写了 怎么的热糊糊的 干净 漂亮的 外面你不用看的 屋里一进去 一股暖气出门了 是 这个马北直腾直热的 有那个国家的那种感觉 我去年嘛 我就有个摄影 我是把刨子给它铺地热 我这屋骨架不是高吗 我说改空中嘛 再吊上棚 你看 铺地热 多好啊 我姑娘跟我说 你说爸 你浪费那钱啊 你说那头有房子 你不住 你改这头了 你整 后我以前 先别等 我说把这钱 你先拔着 做11 把墓地订了 合理的 那是理 你就得听 本来孔大姐之前还担心 樊大哥会抗拒一个刚见面的女人 一上来就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 没想到啊 樊大哥非但没介意 还非常赞同 我是五九年生人 我是六三年 我单位呢 今天是第四建筑公司发展处退休的 四季 每月开三 现在好像是三千二吧 我从来不看楼子卡 姐姐一看就不赚这个钱的盒子呀 我那是机械厂的退休 过去是企业的统计 原来刚退休是一千零七十 现在两千零头 黎怡她家是四代搬船 她家就男主女背严重 她妈就储物 她这儿子被毁了 那你还过啥呢 那就走呗 眼看着两个人越聊越热乎 樊大哥家的猫似乎都感受到了什么 赶紧跑到了孔大姐身边 套起了近乎 就在这个时候 樊大哥似乎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觉得十分有必要 当着红娘的面 跟孔大姐交代清楚 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呢 关键我还得说 你 我这个皮肤不好 你看着呢 我这个鼠是干燥性的 我十几次洗澡得的 洗澡得的 这样啊 刚刚我们家下放去 改能村 能村那个 不有那个大沟堂的吗 改沟堂洗澡 让那个树榨子 能村的树榨子 就秋天打秋半条 剩下那根给扎了 扎完咱小时候也不懂嘛 就是揉吧揉吧 来块布就贴上一块 我这个上医院就看见 那些人生单位 我们单位好 花了钱 去不了根 这个年不传染 不传染 咱们最起码得跟他说 你看有的人他都各样 这玩意 凡大哥说困扰了自己 这么多年的皮肤病 其实也是他一直很难 一起耻的事情 除了家人 平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可是今天毕竟是乡亲 他觉得很有必要 当这红娘的面 跟孔大姐交代实情 我有皮肤病 皮肤病 啥病 牛皮血呢 我这个鼠是干燥性的 哦 那自媚是 它分都哎呀妈呀 我改单位 改办公室家 才能够干 那钱花了 最好的鼠好过半年 这是鼠啥呢 牛皮血 那这不说嘞 它鼠是干燥性的 不是 你不是干燥性 我得把这个先说 不行 不行 你接受不了 那我这干燥性 不行 爱情里扭带这个基辅接触 就那这整整 不行 还是介意的 那大哥不行 就算第一把瞬间不行 不行 在这皮肤不行 行 那我再给你介绍 好不好 大姐 那我谢谢 你看我都会信任你 对于孔大姐的介意 樊大哥心里虽然很失落 但他很大方地表示 他会尊重孔大姐最后的选择 真对我受不了 有缘的咱们就往一边走 没缘的就是这那 就是到见面来当个朋友 见面也是一种缘分 对不对 我就这个想